一包包黄色布袋整整堆了三大牌 这些里头装的都是无主骨骸 但却有黑心殡葬业者与官员勾结 为了赚取暴力在里面混杂了猪骨头 调查局专员不眠不休终于将人给揪了出来 现在判决结果出炉 法院依诈欺罪与贪污罪分别判处三到十二年徒刑 零星殡葬业者将买来经过处理的受骨 以无比无的比例混进无主骨骸中 将两百多具遗骨灌水冲铸成六千多具 领取工程款三千五百六十二万元 由于一半以上都是虚报 法官判处没收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元 事情曝光后 零星殡葬业者还悄悄将公司改名 同样涉入弊案的巴黎区公所联姓客员 向零星殡葬业者所汇二十万元 连去声色场所都要求对方买单 还索取了一辆价值二十万元的车贪得无厌 被法官重判十二年徒刑 赤罗公权五年 为了赚钱把歪脑筋动到了过世亡者身上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还是躲不过司法调查 记者郭向陈志芳台北报道